香噴噴 熱騰騰的牛排 已經上桌了 今天我想要用特訓30分鐘 然後看看我可以吃多少 大家好 我是小慧 今天我人在台北的三重 等一下要來拍 前進日本特訓計畫 等一下特訓的品項呢 就是我頭上的法式 牛排 而且等一下呢 我想要特訓30分鐘 那等一下我們就趕快去店裡面吧 GO GO 加油… 好好吃 我們到了 這是我們今天特訓的店家 私奔牛排 那我們趕快進去吧 好 我們香噴噴熱騰騰的牛排 已經上桌了 然後這一份的 我們扣腳盤子的重量 肉的重量是618公克 加上配菜 然後在2020年的火力全開大胃王啊 裡面有筆牛排 然後第一名呢 是去騰美貴 他吃了6公斤的牛排喔 然後 所以我今天至少要吃到10盤以上 可是他那一場是45分鐘 然後今天我想要用特訓30分鐘 然後看看我可以吃多少的牛排 希望可以出過我自己 因為我之前也沒有特訓過牛排 之前有去… 去挑戰那個牛排的挑戰 有點陰影 好 那我們就… 店家很貼心喔 還有準備那個蘑菇醬 就是怕我可以轉換口味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3 2 1 GO 剛好五分熟 好好吃喔 店家很貼心菜喔 店家很貼心菜喔 可是可能切不力 幫我換新的 按燈 他說 哪咪 που 看 很便宜 嗎 五分 expenditures 如果你 Changing 放入冰箱 你慢慢來 好 吃一點 因為今天的那個 直到我要來特許牛排 就有特別去把那個 2020年的那一場 那個火力全開比賽再看了好幾遍 關於切牛排 有些人是直接 這樣不切 然後直接這樣用啃著吃 那也有人 是這樣切的 很小塊 很小塊然後再吃 所以今天我就是 這幾種方法我都有試過 好像翻面切小塊對我來說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像整塊來起來啃的話 不太好 而且太大塊的話 你覺得空間都會沒有了 我覺得牛排熱熱的吃比較好吃 因為當你熱熱的時候肉就軟軟的 軟軟的話就比較好吞 所以如果比賽當天遇到的都是 現煎的牛排的話 我會覺得這樣對我來說 比較有利 而且就是如果真的遇到燙 我再喝一點點冰水 降溫一下 感覺OK 你拿那盤 快點 那今天這個牛排吃起來怎麼樣 我覺得很棒耶 就是顛覆我對牛排的想像 因為之前我有去挑戰牛排 不是說那間牛排不好吃 可是可能就是嚼起來的話 就比較費力一點點 可是這間牛排的話 我很喜歡的臉就是 我覺得我嚼沒幾下 就可以吞下去 覺得它很嫩 又加上它的味道上 我覺得吃不出什麼 因為它看起來就是粉粉嫩嫩 可是吃不到什麼血腥味都沒有 我覺得肉質吃起來很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們一次都先叫好 所以就是 一方面就是很感謝店家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因為就是特訓 所以 就是先提前知道說 應該要怎麼吃 然後也感謝就是很多 就是觀眾朋友們 粉絲朋友們的建議 第一個是轉換口味 然後我覺得轉換口味很重要 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前面吃的都 的那些肚子的東西都不見了 保持管消失 第二個就是讓吞咽更容易 因為它是有點像是液體類的東西 幫助滑順 我最近覺得比較困難的地方 應該是我切的問題 越切越沒力 我就切到整個手就快中斤了 可是我覺得這是不錯的一個 特訓經驗 因為你不特訓的話 你就不知道會發生怎麼樣的事情 我的吃醬還可以嗎 沒問題的 好 吃得很可愛 謝謝 放在叉子上的屎子感覺是要白症 超用力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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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細小 好 有點吃下都很不錯 這牛排好嫩喔 嫩嫩的 飯粥的聲音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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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